阿姨在2014年与王永庆长孙王全人结婚 没想到后来就爆出婚变 两人的离婚官司也被受外界瞩目 推出演艺圈多年的她 七日惊喜现身台湾 被挺好友爱莎的新节目 没想到一上台两人看到彼此 这人不就流下眼泪 两人抱在一起痛哭 还和习日团体成员合体 四人一起演唱旧歌 先起粉丝满满的回忆沙 至于蚂蚁被问到婚姻近况 她则大方坦言离婚官司搞一段落了 应该之后就可以说回复单身了 而被问到接下来会继续待在台湾吗 她则坦言疫情结束了 以后会常回到台湾 未来也会有一系列的付出规划 而被问到未来的感情 她则表示现在心都放在家人身上 没有多余的时间想这件事情 一切就顺其自然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